清清曾经是一个女明星 她为了爱情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商人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 清清也渐渐的人老珠黄 而老公的身边又围着许多年轻貌美的女人 这让她十分不安 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 她找到了卖饺子的梅姨 梅姨用鹰胎做成饺子的馅 据说吃下去后就可以恢复青春 一开始清清也有些拒绝 但为了美丽容貌 她还是硬着头皮一吃了下去 渐渐的她适应了这种饺子 找梅姨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但老公还是对她的容貌无动于衷 依旧在外面乱来 清清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让梅姨给她效果更好的极品饺子 恰巧在这个时候 一个怀孕的女学生找上了门 原来她就是被自己的父亲给强奸了 简直就是作孽 而这个胎儿正是做极品饺子的上好材料 梅姨用这个鹰胎给清清做了一锅蒸饺 清清信心满满的吃下饺子 梅姨也向她保证 她一定会脱胎换骨 之后清清回了家 老公看到容光焕发的清清一下子迷上她 成功地回到了她的怀抱 然而不久清清发现自己的皮肤正在溃烂 她的身上也开始散发出一股恶臭 她赶紧打电话质问梅姨 梅姨跟她说呀 这是饺子开始出药效了 还说第二天她就会彻底改头画面 然而这一切被她老公给听到了 老公背着清清悄悄来到梅姨这里 看着美貌性感的梅姨 好似的老公忍不住和她发生了关系 就在这时她发现墙上挂着一幅画像 那是在1960年的梅姨 那个时候她就已经20岁了 也就是说呀 现在在她面前的梅姨 其实是个60多岁的老太婆 梅姨呢 跟清清老公交代了一切 并告诉她自己能够帮她永保青春 就这样梅姨和清清老公缴在一起 而被蒙在鼓里的清清 还在上门求助梅姨 但每一次呢 她都被梅姨拒着门外了 无奈的她呀 只好去看医生 但医生呢 也不知道她哪里出了问题 无处的清清 只能用丝巾将自己包裹起来 她再一次见到梅姨是在理发店 但是已经傍上她老公的梅姨 根本就不管清清的死活 过了不久 清清再次打电话过去 却发现梅姨那里被查封了 原来呀 当初那个堕胎的女学生 在梅姨那儿做完流产后 回家的路上就因大出血死了 而女学生的妈妈痛苦之下 将自己的老公给杀了 这么大的刑事案件 迎来了警察的调查 这下清清连梅姨在哪里都找不到了 清清呢只好放弃了挣扎 这时她发现老公找得新欢怀孕了 而对方呢 只是为了钱才和她老公在一起 于是啊 清清花高价买下了这个没出生的婴儿 为自己亲手做了一顿饺子 花为月己者容 很多女人呢 更是为了保持容貌 不惜代价 吃尽苦头 只为了能让男人留在自己身边 可惜啊 年华已经逝去 又怎么能够复返 所以啊 不要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